阿强和嘻嘻的故事 她们同样拥有一个幸福的家 她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男孩子的外装给她取了个名字叫欧国强 家人称为她阿强 女孩子的妈妈给她取名叫李希 阿强小时候打弹弓 都趋势了爬墙头和打架 这些事她是绝对干不出来的 相反 阿强小时候极其地安静乖巧 为了不给家人添麻烦 连摇摇篮都自己来 希希小时候爱唱歌爱跳舞 爱买萌 爱穿各种漂亮的衣服 八九年 她们各自深入小学 在阿强心里 小学生活有些孤单 最爱跟着堂哥屁股后面 学各种棋牌游戏 就在此时 阿强的妈妈在阿强背上刻了四个字 这四个字深深地扎根在阿强幼小的心里 好上本大 全家功能 希希小学生活丰富多彩 大队长三道杠 样样比赛拿奖状 弹琴朗诵唱歌 连哲持比赛也要赢哦 九六年 阿强进入同学 在一次运动会中 阿强找到了投赵 意外收到一位女同学 给她写的情书 从此 阿强爱上了体育 爱上了篮球 阿强当年的梦想 是把回力换成神奇的麦克 得到手的那一天 她觉得自己 简直是进去吧 那时的希希正逐于青春叛逆期 热爱各种禁书 连情小说 和威俠小说 在家里被妈妈管 在学校被老师演了假 九九年 阿强进入高中 阿强一心好好念书 猫着劲儿完成 爸妈对她的期望 考上北大 没想到 一不小心考上了 高兴过后 迷茫 失落的情绪涌上心头 我的理想完结了 我是不是应该 希希在罗伯特卡帕川的激励下 梦想当一名战地记者 她想得很好 可是那年北大七零起 不再有哪一招生 第一年九月 阿强和希希进入了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习 八年后的五一 他们参加了学校的 宁夏旅行团 才相互相识 03年 非典系统全球 学校停课 阿强 阿强 邪哥 嫂 姐妹 全家 去张家界旅游 湖南妹子 希希 紧身而出 挡了回热心地道 旅程结束时 望着 从登场回家列车的希希 阿强心里 泛起一丝丝 浓浓的惆怅 不过 我应要跟希希 一块去玩 而不是 接下来跟哥嫂 去井冈山 该多好啊 时间过得很快 05年 他们毕业了 各本前程 此时 还是纯洁的友谊关系 阿强去了英国 希希去了广州 阿强去了南昌 希希去了福州 阿强去了福州 希希去了天津 两人在工作中 渐渐成长 每年在电话中 更新彼此的信息数次 和朋友集体出游三次 不知不觉 六年就这么过去了 第一年11月 一到十年 很快天空 时钝的两个人 突然发现 彼此才是自己的另一半 此时 距离他们建立 纯洁的友谊关系 已经整整十年 从此 每个周末 北京 福州 来着全国各大机场 都会同时出现 最大机场的深游 12年5月 他们在法国 留下了浪漫的回忆 7月在清迈 度过快乐时光 就在此时 他们有了一个 共同的梦想 环牛第九 2012年7月17日 他们领了结婚证 今天 2012年10月2日 他们政治部 结婚变航 就展开了一个 新的篇章 他们手牵手 将共同去实现 他们心中的 梦想 美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瑞士 英国 加拿大 挪威 荷兰 我还要去肯尼亚和长颈鹿 搅马一起制造餐 好的 好的 我还要去肯尼亚和长颈鹿 我还要去肯尼亚和长颈鹿